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选三位新衣的姐姐 那谈笑一声是第一个表演的节目自然记忆点少了一些 人气上最终输给了 齐熙 朱姐静等姐姐 也只能怪运气 四组舞台竞演 除了宁静和那英这一组票数相差无几 结果不被质疑以外 剩下的三组都票数有不公 第一组的谈笑一声和要你管票数差距那么多 什么原因是舞台不好看唱的不好 就是人气上输给了第二组 毕竟阿雅这一组郑秀妍 阿萨 这两位姐姐在三十位姐姐中人气一定排前十名的 而谈笑一声却只有一位王心灵人气能与他们媲美 再加上表演的时候要你管是后上的 这是胜出很大的一个原因 还有人提到节目组的选歌问题 谈笑一声是当时戏说乾隆电视剧的歌曲 属于一首OST影视歌曲 本身就是很传统的唱法 更是被节目组改编成唱跳 自然就很古怪 当然这一组是有部分观众不平 而野强威是被所有观众愤愤不平 野强威力王子玄腿都被磨破了 可见为这个舞台付出了多少 而且从现场呈现来说 是真的很燃 很炸 很好看的 两个超好看的身材玩住乐器 于文文很酷 张强声音很好听 这个节目真的如于文文所说可以成为八组第一 不是第一也可以进前三 然而是第一个演的 然而对阵的是谭维维 谭维维这一组 胜初点在哪里 歌曲好听 没听过 感人 没在现场体会不到 胜初再是谭维维 黄毅 胡馅儿 张欣奕一起演唱的 这四位人气总是比于文文这组人气高的 人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还体现在物理这一组 物理这一组都演成啥了 舞台创意好 歌曲也算是八首歌曲里为数不多的耳熟能详 几位姐姐挺拔的身姿和非常耐看的表演 给着手改编的物理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和格局 但是在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自己人气上是不自信的 他们努力地告诉观众自己是舞蹈团的舞蹈演员等等 留恋又加了很多的描述 连谢娜都多复述了以便团长 朱洁净副团长 副团长也是团长 看得出来主持人用力了 然而作为娱乐圈的节目 你这毕竟观众不一定都是艺术家 没人气 最终让物理败了 其实物理的舞台不输给自己 所以说 这三个舞台其实输了的原因 都是因为第一先出场了 第二组内姐姐人气不及另一组而落败 于文文这一组最让人意难平 但也没有办法 后面他三轮公演他可能还会带一群人气不足的姐姐竞技 只能希望他后续能有好成绩吧 第三期第一轮公演 最让你们意难平的舞台是哪一个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